唐太宗李世民和汉武帝刘彻都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皇帝 他们隔着在政治 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要评价谁更胜一筹 徐从多个角度进行客观比较 就政治成就而言 唐太宗李世民在加强中央集权和提高政府效率方面表现出色 使得唐朝进入了繁荣的黄金时代 相比之下汉武帝刘彻的推行推恩令 罢黜百家等政策也巩固了中央的统治地位 并对封建社会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军事成就方面 唐太宗李世民政府了多个国家和地区 扩大了唐朝的疆域